修佛从哪里开头 从方向 就像经上所说的 所有过尘俱乐 眷属 珍宝 都无所住 这是什么 葛悟 这就是欲望 物欲 葛是什么 葛斗 要把欲望打败 统统放下 这个东西放下之后 智慧就现了 智智 智慧是本有的 不是从外来的 就是这个障碍了 这个障碍去掉 智慧就现前了 这个用什么东西放下来 用戒律 戒律就是对付这些的 三二妹就开智慧了 心地清净 心地平等 清净平等 生智慧 不生烦恼 妄想分别执着 生烦恼 不生智慧 所以你慢慢细心去 去观察的时候 整个世界 无论在学术 圣贤地学术 跟这个宗 宗教都能够贯通 没有矛盾 没有对劣 没有冲突 那些冲突 对劣都是人不同 执着这个经教 这经教不能执着 法上印学 何款非法 法是众生 教法众生的手段 佛菩萨教法众生的手段 这个要知道 那个手段是用完了 下一次遇到的时候 要另换方法 不是一个方法可以做到底的 方法是活活活活的 你 你说它真的 不是真的 把病治好了就是真的 病治好了 药就不要了 那叫无助 如果药还要保留到 还会生病 就又生病了 必须要把它摄掉 所以这六个科目 布施直接忍辱 精进禅定智慧 二是菩萨 自他坚立的大心 菩萨 为我们众生表演 就是表演这六种 众生吝死 菩萨不吝死 众生作物 菩萨持戒不作物 众生狂妄自大 菩萨能忍辱 众生懈怠 菩萨精进 众生心地散乱 菩萨肯定 众生生烦恼 菩萨生智慧 智慧从哪来的 从布施来的 从持戒来的 从忍辱来的 从精进来的 从禅定来的 他这六张事情 自行活达 他自己 教别人 这六空 这六空 他做得很圆满 大家相信他 不会怀疑他 如果他教别人做 自己没有做到 别人就不会相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